弟兄姐妹,早上好 欢迎大家回到线上美日曙光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何谓喜乐 诗篇第四篇第七节 你使我心里喜乐 胜过人在丰收五谷心酒时的喜乐 弟兄姐妹,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们为什么活着 怎样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 这些是我们静下来会去思想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追求的方向 每个人都存在在追求 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而能够让他能够更加的快乐 但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 喜乐从哪里来? 大卫的意思很明显 上帝就是我心里的喜乐 胜过财富和享乐 他说丰收五谷代表什么呢? 就是财富与收获 喜乐不是万财富与收获的那种享乐 喜乐不是万贯家财 不是权势地位 当年最有智慧的国王就是索罗门 以为拥有了权势地位 财富美丽就意味着喜乐 但当他拥有了这一切 他却感慨 虚空的虚空 喜乐不是先获掌声 不是功名利路 你即使到处声名显赫 万人称赞 你或许可以得到很多的丹斯利 还是达兜的头衔 很了不起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却会发现外面的都在 里面的喜乐却没有了 就像在波斯敌国 拥有非常大的权力的哈曼 人人都尊重他 人人都要向他下跪 但他并不喜乐 民意地位 他虽然有民意地位 但是他越喝越渴 越渴越渴 你永远得不到解渴 喜乐不是青春亮丽 不是统治万有 有些人以为快乐就是 还是喜乐就是美酒权势 是青春亮丽 是荣活富贵 是鲜花掌声 是欺欠成群很多的妻子 有人有了位为敌王 坐了在高高的宝座上 最后发现自己 居然成为了孤家果人 除了有权势 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了 离不开守不住 沉醉其中 却终其一生 从未找到喜乐的影子 物质 财富 认可 尊重 功名利路 丰功 慰藉 这一切都可能 可以带给你 一时的满足 但从未见过一个人 拥有这一切的人 拥有真正的喜乐 喜乐是什么 他从未来 要住在哪里 喜乐一词 在圣经中 至少出现过 有两百四次 可见 其实 人生最宝贵的恩赐 最美好的祝福 就是喜乐 那么 什么是喜乐呢 对照其中 你不能发现 喜乐是 对未来有盼望 对现状 存感恩 对上帝有敬畏 对他人有慈爱 对自己 能接纳 对环境 能有把握 对接纳 能忍耐 对试炼 能承受 生活有着落 人生有方向 生命有尊严 生活有滋润 在忧愁中有盼望 在伤心时有安慰 有赦罪的平安 有意志的释放 有真理的自由 有爱心的胖子 有信心的尸体 大有能力的恩高 有积极的心态 看世界 用感的心来接受环境 善待每一天 珍惜每一天 暂时不虚度 不浪费每一天 离不开的世界的时候 有归宿 喜乐不是离开这繁忙的城市 独居在深山 不是致命不凡 非不是人间烟火 喜乐就是成为上帝 要你成为的那一个人 喜乐原本就是上帝 一直希望给你的恩赐 喜乐应该是信徒 生命必然流露了 自然流露了 是属灵生命的自然的反应 上帝就是喜乐 上帝就是喜乐的上帝 喜乐是圣灵所建的果子 恢复你与上帝的关系 你就能够得到你从未经历的真正的喜乐 因为他能使你喜乐 胜过那五股辛久的人 弟兄姐妹 愿你能够寻找到人生的真正的喜乐 愿祝你 你的人生充满一个喜乐的人生 愿上帝的祸以祝福你 给你